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NBC电台在10月5号播放的新闻节目中表示 从今天开始NBC决定对于这次的事件 不是以Itayuan惨案,而是以129惨案来称呼 为了防止使用特定地区的名字与惨案连接在一起 会造成该地方是危险地区的形象 而导致该地区的住民们、商人们受到更多的痛苦与伤害 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韩国心理学会也有向我们提出刚改称呼的意见 而之前也有过几多克伦事故换成了10月号惨案 纽约Twin Tower崩溃,换成了911事件的先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想到Itayuan的商人跟住民们的话,这样确实比较好 大型事故不要加入地区名是对的 啊,这是对的 今天我跟朋友聊天,在提到Itayuanclass的时候 突然气氛就变得很低沉了 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911又不是在特定一个地区发生的 4月号也是使用了船的名字 所以这两个都不是什么适合的例子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天生日的人又有什么错呢? 因为我生日那天有很多人遇难,让我很伤心了 我看未来几年也不能幸福地过生日了 对于MBC电台称呼Itayuan惨案为129惨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在这次的Itayuan事件之后 一组男团因为默默地捐款了1亿韩币 而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称赞 这组男团就是ATG 11月5号根据媒体报道 ATG于29号到30号在首尔举行了演唱会 而在演唱会的时候有在手背上带着一个黑色的地 并将输入的一部分捐款到全国灾害救护协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做了善事好棒 好帅ATG 比起一百句话 这样亲自行动真的很棒 对就是要这样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悼念 有必要非得要强制取消文化活动吗? 再次谢谢ATG的捐款 下一个消息是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的 目前以恐怖的速度逆行的歌曲 Yuna Takuneji Pyong-san 今天终于拿下了美轮排行的一位 成为最新的逆行神曲了 哇真的拿下一位了 我真的每天都在听姐姐 在我的基准 今年最好听的歌 终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超网站票选 四代女团的象征性成员 希望大家不要太认真 愉快的看一下就好 Lisela Pim Kim Chae Won Stacey Yoon Aspar Karina Aiv Chang Won Young Kepula Kim Chae Young 女才的成员员 Nujin's Minji Mix Soryun Iji Yeji Thank you 少女团 Demme 啊啊 对 啊 Mix Soryun 中文字幕——YK